今天問你是有關的 農林菌是要擴賣 到底是要再打氣 還是說放在那裡點點過什麼 總共10公升的湯 要用多少農林菌跟蜜糖 10公升會不會太小了 當然你用的量只有一點 10公升也不會太小 譬如說你蒸就蒸2、2個而已 10公升來管嘛 應該就差不多了 1、2、2、10公升可以 所以就看你的這個需求 但是你實際上 你如果是說有一個一定的一個量 因為我們要知道 這種我們在做這個擴賣的時候 5%的一個圓積 什麼叫做5%的圓積 就是說100粒的水裡面 5公斤的湯味道 這是我們有的人說 10公斤、15公斤、20公斤都沒關係 沒有要緊啦 榮林菌他有要緊 但是呢 這個環境的速度很慢 一般我們都控制 5%的一個圓積的一個農土 最安全 那麼 你要試比較久 你環境控制了比較好 你要試比較久 你圓積還多 所以 你這個10粒 10粒的5% 5% 所以就是0.5的湯味道 0.5就是大概500克 這10粒的水 我們100粒的水是5公斤 所以10粒的水是500克 0.5公斤就夠了 所以這個湯不要太多 那麼 還有一個就是說 它會發酵 發酵有空氣 所以你若是說10粒的湯 它會空氣 空氣 它煎出來 它現在沒有一個空間 讓它消泡 那個泡泡 它就煎出來 沒辦法整個肚子 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的建議說 你若是要 你要用10粒的湯 可能你可以 多7粒 6粒 一半那麼多就好 只要留一些空間 因為它一定要攪拌 榮林菌是一個 這個堅氣性的 一個 所以你應該是用一個 看臉的湯 可以蓋過 一種湯 譬如說用垃圾桶 我們有一種 五十幾粒的 那種 我們的垃圾桶 大膠的那種噴射湯 你水不要抵得太多 抵得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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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七分滿 然後我們把水放下去 阿菌放下去 阿菌放下去 阿菌是用幾倍 這用百分之一就可以 抵得太多 就是說你一公 十公斤的一個 這個 你用差不多 一百倍 一百倍 一般一百倍 浪度就很高 譬如說 你一百倍 你用一百倍去擴貝 所謂一百倍擴貝 就是說 你五十粒 你買這個水 用0.5公斤 這樣就很小 那是很重 那是很重 它起來的速度就很快 譬如說 我們正常在用 是不是 阿菌 你把他用 因為那些菌種的活力 這很好 所以 一百倍都已經是很濃的 就是說 你如果是 我才要用 我先一百倍擴貝 那就很快 你如果是說 我沒那麼快 我可以用 兩百倍三百倍 所以譬如說 你 你用 這個 十公升的一個湯 十公升 你也可以拌六公升 六公升 七公升 譬如說 你如果六公升 你差不多 兩百克就很多了 這兩百克就很多了 所以一般 差不多二十克就很好用 那很少了 就很少 你讓他活動 兩三天以後 最好在一禮拜裡面 因為營養 他利用的差不多 你把它拌拌 就可以倒下去 後面要用一趟 所以這營的百分之五 營就是百分之五 是一個最簡單的 一種 大概是我們最簡單的 一種 比例 他不容易失敗 你如果是用一種 就比較容易失敗 可以讓你稍微做參考 這個大概是這樣子的方式 你比如說 十公升要用 會記得 不然要不要抵得回來 還是跟你強調 這種東西 因為他有氣泡 那它的爆炮 害怕不行抵到過去 尽量 numa一谷 我們稍微把它弄弄少一點點 大概六七分滿就可以了 試試看 其實你要是可以幫它 經過擴培用的最多的這個性 我們很多好朋友就是說 原地 原地一湯水是用一公斤的榮林菌 他現在暗中要用一湯水 他先用200水去擴培 原地我們要用一公斤 現在你把它用100克放大 要起來 漆漆的後來握 就握握整個 效果不錯 就是說他這個 現在為什麼很多 你問起來很多 我們聽說朋友 他們在用榮林菌的時候 他連擴培都不需要擴培 水垢的又有人在擴培 因為水垢有時候要面積看 你握的水量比較多 他們會覺得如果擴培 因為有的 這些行林比較難 水比較沒那麼濁 所以他們通常會 比較多水 所以擴培後來 他感覺這個效果真好 還有另外一種 還有另外一種情形 譬如說像我們做鑑仔米的 做隔壁菜 我們的土 都沉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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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 雖然更乾 也是表面乾 他都沉沉沉沉沉 所以他們發現說 有擴培到沒有擴培 差不多 這個效果 當然如果我們非常感謝 我們聽眾朋友 我們這樣說 他聽得下 這個外面很多人 因為郡數比較不夠 因為郡 郡的活力比較不夠 因為做水 各種的這個原因 保存比較不好 所以他拿到的這個困 那不是深度休眠 那人就是叫不清醒一種 所以他拿到的用 好像呢 就感覺效果都不穩定 我們現在這個 很穩定在用 其實 你的目標是做什麼 就是說 譬如說 我如果是光是 對我們水流來說 很多好朋友跟我們說 我每當也用 每當我也用 以前用兩次 現在當時使用 每當一兩次 當時再製作 他還有補一次 他就是這樣 一包有時候就用兩分 有時候就用三分 看這個效果 這樣 起來呢 那塊地就哪樣 哪好 他覺得說 這個好個的 就特别好 这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所以扩培当然 在我们达色的这个环境 如果有扩培 其实真的有比较好 你如果在我们正常的 这个水流产 基本水流产都水 你有扩培到没有扩培 差别比较明显 但是应当年有比较省一顺 你如果不险飞去 这个水就是说 不要浓度不要太高 这大概是这样的 这种的重点 这等会让我们好朋友 先做这个了解到